大家好 我是福晴 上回說到射穿在第一回戰拿下了聚精 而下一棒就要輪到餘地獨步出馬了 太精彩了 前輩 說什麼傻話呢? 用蠻力撼動和氣道嗎? 哈哈 事實上居然存在這樣的怪物 大香鋪 在您看來如何呢? 哼 你瞧 我這雙手現在都抖得停不下來啊 竟然能讓射穿鋼器感到恐懼嗎 事實上居然存在這樣的怪物 可不該這麼說啊 獨步 那裡全都是這樣的怪物 要這麼看他們才算正常啊 您瞧 我這不也興奮的抖個不停了嗎? 看 獨步你跟長輩講話的時候 魚尾能不能別帶愛心 真的很怪啦 不要這樣 獨步要面對的敵人是官邪 猛劍 因為樂中研究而被稱為香鋪博士 他掌握的技術之多 只能用悲劇來形容 喔沒有 那是本部 猛劍掌握的技術全都用得上 比本部幸福多了 另一邊的魚地獨步 大家應該都很熟了 但我可以明顯感覺到思議的拼心 猛劍用兩頁就草草介紹完了 啊獨步給他整整吹了七頁 還偷打廣告 嚴重懷疑是得穿下指示 畢竟他跟獨步是好基友 但獨步可能根本沒聽這些吹猛自己的話 因為他的內心已經飢渴難耐了 格鬥季界的最高招牌 大香鋪 歷史的差距 等級的差距 才能的差距 才力的差距 啊 在我眼前 站著真正的歷史 在與我相互對峙 以大銀杏梳裝打扮 拿出真格與我一較高下 天下的大香鋪 三億歷史正而巴緊的 要和我的空手道 進行一場堂堂正正的比試 啊 哼哼哼哼哼 智佛 哦 呈下腰來了耶 不要著急 要多花一點時間 慢慢的 從上到下 從裡到外 全部都吃個便 獨步的大腦雖然要自己冷靜點 但當鼓聲響起時 身體卻擅自動了起來 欸 欸 欸 喂喂 我怎麼跑起來了 哈哈 這也難怪啊 雖然這樣很沒風度 但是食物就白在眼前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我都不想去拘束現在的自己啊 哼 獨步先發自人的一拳 將猛劍打到後仰 接著就是一頓狂風暴雨般的猛咒 光這樣當然無法接到關鞋 但這只是前菜 獨步收為雙手 一技靈力的前踢 正如對手腹部 這招非常有效 讓猛劍的動作緩了下來 獨步當然不會放過這機會 必殺的上輪踢 重擊猛劍頭部 這腿依然十分有效 但力士不會輕易倒下 猛劍挺住的攻勢 並暢氣抓住獨步的右腳 但獨步經驗何等豐富 立刻做出應變 將抓住右腳視為支點 以左腳進行反擊 猛劍不讓他得逞 再被踢到前 就讓獨步投入出去 獨步以他追造的雙拳稱帝 底下摔頭衝擊 以看似粗辱卻合理的方式落地後 再度擺出戰鬥姿勢 第一回合的攻防結束 兩邊都氣喘吁吁 獨步滿臉寫著開心 能擊碎磚塊切斷梁木 打穿騷紅鐵板的拳頭 猛劍被這樣的拳頭連續擊中 也會沾上半點泥土 漸漸的 雙方又建議到可以出手的距離 猛劍將腰挺起來 而獨步則高高越起 從空中對猛劍踢出了有如訓練般的竹刀 但這腳僅僅插過了猛劍的臉部而已 正當我以為獨步踢歪時 一塊東西掉到了猛劍腳邊 抱歉了 觀眾們定睛一看 才察覺那是一片完整的耳朵 猛劍的斷耳處血流不止 但他沒有大驚小怪 反而不思格調的 對獨步說了一聲謝謝指教 歷史的身軀雖經得住強烈的打擊 但耳朵畢竟是無法鍛鍊的 更別說面對刀刃了 而瑜帝獨步正是能將四肢 化為力氣的空手道達人 關曲 你還能繼續吧 哈哈 瑜帝先生 何出此言 我看不到就此搜手的理由 謝謝啦 所謂國技 果然並非讓得虛名 那我就 不客氣了 但這次猛劍率出手 連環不斷的推掌朝獨步襲來 可獨步乃打擊的專家 輕鬆化解了猛劍的推掌 然而連環巴掌只是虛招 火箭頭錘才是猛劍的目的 這招效果拔群 獨步被斷備到炸彈上 發出巨大的聲響 而猛劍有如一把追殺丁子的鐵錘一樣 以全力使出的頭錘 將獨步給狠狠定到了木板裡去 這招成為對獨步造成的重創 但真正的攻勢現在才開始 猛劍一展拍下獨步的臉部 被連續中擊的獨步身體無力下垂 猛劍趁是補上一技上勾掌 再接一技左巴掌 獨步被打致失去意識 倒在了地上 這是本場比賽的第一次擊倒 但猛劍卻沒因此放鬆 更沒有追擊 只是重新擺出架式 近代獨步起身 呵 暴露了嗎 要是踢或踩過來的話 我就能省好多功夫了 真可惜 不好意思啊 對我來說 躺倒的敵人早已與我分出勝負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的獲勝方法 獨步沉下腰來 擺出和猛劍一樣的姿勢 這可不是抄襲喔 空手道已有這招 其名為四股力 獨步聽完猛劍的話後 決定用對手熟悉的方式來分勝負 見到此番情景 觀眾們都沸騰了 獨步是真的很懂觀眾想看什麼 又有實力又懂節目效果 這樣的選手主辦方怎麼能不愛 難怪要為了他水上七夜了 空手道也近乎是戰力技術 站著決出勝負 就這樣來吧 幫大忙了 我這裡也還有沒披露的招式呢 獨步雙手緩緩移動 上半身擺出和相撲不同的架式 右拳見在弦上 初拳的意圖相當明顯 猛劍臨死的對手 雙手離地 以最堅毅的前額硬漢獨步的鐵拳 但獨步卻瞬間將正拳改為掌底上圖 打亂了猛劍的節奏 接著再發左勾拳 將猛劍的意識給帶走 獨步打出氣勢來了 真靈的面容表現出無盡的壓迫力 最後獨步用來終結比賽的是 勢在必得的正拳 但是 被猛劍抓住了 獨步的右手臂關節已經完全在猛劍的掌握之中 糟糕 下一秒 獨步的走關節被反向扭曲 一聲巨大的暴音響騙了整個會場 那 是在場的觀眾們都從未聽過的聲音 那 是人體被破壞的聲音 是關節的韌帶被力量強行扯斷的聲音 猛劍廢了獨步的右手後 將他投出去 但並沒有進一步追擊 因為獨步的攻擊也奏效了 為了摧毀獨步的手臂 猛劍也付錯相當的代價 他一直緩到 獨步建議他才有所動作 來吧! 猛劍死無推掌 但被獨步隨便躲過 喂喂 是故意的嗎? 明知不會打中 卻仍然在攻擊 正當獨步趕要遲疑的時候 猛劍意想不到的左中段梯命中獨步的斷臂 這才是你的目的 來啊! 頭槌炸裂 獨步鼻子的軟骨被徹底粉碎 從中心貫穿整個頭部的劇痛擴散開來 刹那間就將獨步保持戰役的力氣給奪走了 武神在本場勝負中第二次倒地 猛劍氣勢如虹 他不願正的獨步起身 打算給予致命一擊 最後他選擇用來瞭結對手的是 作為歷史招牌的四股踏 關曲 到了這一步 選擇用踏擊來終結我嗎? 幫大忙了啊! 這種情況下的腳跟踢 正是空手道的技術 真是走運啊! 要說起相互猛踢 那可是我的看家本領 獨步的掃躺腿掃中了猛劍的支撐腳 在給你對手最後一擊的時候 人往往最容易大意 獨步的實彈心理學顯然比猛劍更勝一籌 同時獨步也教會了我們反覆嘗試的重要性 裝死一次沒用 那你有裝死第二次嗎? 猛劍被踢得後仰騰空 眼看就要背部著地 但這對於歷史來說乃大忌 所以他拼命掙扎 不斷踢腳調整姿勢 絕不能讓背部沾到泥土 阿獨步就在旁邊看著他掙扎 這畫面莫名好笑 感覺有拿來作用梗圖的潛力 關鞋放輕鬆吧 蛤! 獨步的腳背直擊猛劍後腦勺 猛劍的頭凹下去一大塊 連魂都被踢了出來 獨步接住了倒下的猛劍 溫柔的贏下這場比賽 他撿起猛劍的左耳 表示 記得帶回去阿 我認識一個好醫生 德川站出來 宣判獨步的勝利 這勝利得來不易 因為獨步也受了重傷 此刻他的全身上下都異常疼痛 而敗北的猛劍沒有沮喪 反而滿臉都是事後的舒暢感 讓你費心了 脫你的福 沒有沾上泥土就結束了 因為大銀杏與泥土不搭掉嘛 嗯 這個我會帶回去的 給你介紹一個很好的外科醫生吧 用冰塊包著帶走 很快就能接好 魚弟先生 輸了就是輸了 猛劍一個後空翻 躺倒在沙地上 充分的背部沾滿泥土後 他請人說到 輸了就是輸了 敗者 可不能以完美之聲退場 原來如此 是我多此一舉了阿 成如所言 退場的猛劍身上雖沾滿泥土 但給人的感覺 卻是無比的高潔神聖 武神與博士的戰鬥 在此畫下句點 然後下一場 花山要出戰了 說到花山 就會想到那個故事 哇 我真是等不及再次在漫畫 看到那個故事了呢 喜歡這影片的還請點個讚 留個言 想聽我下集說那個故事的 也別忘記訂閱我喔 有餘意的也可以加入會員 贊助我吃上一份豬耳朵 那就這樣 我們下回見囉